刚刚过去的一周也发生了几起舞台事故 有天灾也有人祸 上周日SBS The Show 在韩国青上北道的钢铁重镇 普相录制户外特辑 天宫不作美 开场后从小雨绵绵到大雨震震 轮番登台的idol们只能看运气 祈祷自己的这首歌不要遇上太大的雨 Lovely's表演时刚好雨停 Cody也尽责地为成员们 换上了相对安全的球鞋或粗跟皮鞋 然而地面湿滑程度超过了众人的预料 副个部分李美珠重重摔倒 宽布落地 有些费力地站起后继续表演 十几秒后显然剧痛难忍 李美珠不得不暂时蹲下 以期缓解疼痛 这则翻拍视频曝光后 粉丝非常担心李美珠曾经受伤的右脚腕 当天其他贸易表演的出演者也获得了一种称赞 上周六 Oh My Girl和Gfriend分别在韩国及台湾地区登台 前者是江源道摩托庆典拼盘 后者是巡演 当天两团各有一位成员身体抱恙临时缺席表演 背后原因则大相径庭 Oh My Girl金指呼在彩排前 就深感不适蹲在地上休息 彩排进行时突然脚软摊地 被成员搀扶下台后直接由救护车拉走 翻拍曝光 愤怒的粉丝戒指WM的杀人行程 5至10月三次回归频率之高 远超其他女团 而几周后就是Oh My Girl的演唱会 本该养金蓄锐或泡在练习室彩排的成员 却被拉到当天这种地方型的行业经典赚钱 除此之外 WM还接下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同类上演 同时组合还参演了女团纪念节目Quindon 每天除为演唱会练习外 起码有四个行程要跑 粉丝希望WM引起足够的重视 并发起了要求取消演唱会的活动 Gfriend的情况类似 演唱会接近尾声 崔玉娜突然消失 成员们解释她身体不舒服 暂时缺席 直到最后一首歌才重新登台完成表演 原来崔玉娜患上了感冒 开场前就已极度不适 硬撑表演两个小时后 体力不济才不得不下台休息 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 当天的安科区也从三手上进为两手 全场粉丝也齐齐为她加油